好 接下來讓我們去轉換焦點 來關注到今天的天氣 大家有沒有覺得今天天氣好像還不錯啊 沒錯 感覺好像跟昨天溫度沒有差太多 對對 都還算溫暖的感覺 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喔 今天下午就會滑梯式變天囉 有強力的大陸冷氣團還有寒流逐漸難下 而且還是今年入冬最強的冷空氣 預估禮拜五的時候會是最冷的 氣溫大約只有8到10度 大家一定要好好注意保暖喔 接下來就讓我們一起來聽聽看 重要氣象署的最新預測 今天到明天開始 受到強烈大陸冷氣團或是 今年第一波寒流的影響 從北到南各地溫度會明顯的下降 今天清晨各地的低溫度 已經比昨天清晨回升一些些了 但是也可以看到從今天下午一直到明天 不論是北部、中部、南部、花東和澎湖金門馬祖 溫度都一直在下降 每個地方都一直在下降 從星期四到星期六清晨 各地的低溫就明顯了 這一段時間 星期四、星期五這兩天 除了南部的高溫還有機會在20度以上 余固是23度左右以外 其他各地的高溫都偏冷 像中部啊 台東啊 甚至澎湖的高溫 都降到20度以下 只有18、19度 那麼馬祖當最冷的10度 金門啊 桃園以北 東北部大約是12度到14度左右 甚至我們預估的低溫狀況 目前這一波最低的氣溫 會在星期四夜裡到星期五清晨 目前預估的低溫 在馬祖是7度左右 金門、中部以北、東北部地區 低溫在9到10度左右 其他各地的低溫是13度到15度 沿海空曠地區或近山區的平地 低溫還會再低個1、2度或是更多 好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一張圖 帶大家更明確地來看 未來一周的溫度趨勢 今天呢 是12月19號禮拜二嘛 你可以發現 從明天開始這個溫度 就是一路往下滑了 那剛剛小朋友說 會不會是這個強烈大陸冷氣團 或者是寒流 其實呢它的區別就在於說 如果它來影響到台北側站是12度的話 那就是大陸冷氣團 那如果它是低於10度的話 那它就會變成寒流了 低於10度真的很冷 沒錯 所以我們來看到這條線是10度的低溫 這一波強冷空氣最冷的時間 就落在禮拜四晚上到禮拜五清晨 你可以看到紅色這條線是北部 北部的地區呢 很有可能這個溫度到時候下探10度 甚至有些平地的空曠地區 可能只有8度 那中部呢這條藍色的線 一樣是在15度到10度之間 到時候大概可能就是12 13度 所以中部其實也蠻冷的 甚至連一向溫暖的南部地區 到了禮拜五的清晨 也是大概只有15度的低溫 沒有錯 所以大家可以發現這一波強冷空氣 它會從今天下午開始 一路慢慢的影響到禮拜六 才會開始逐漸回溫 所以大家在這四天 真的要做好保暖工作了 好那接下來呢我們轉快焦點 帶大家來關心到的是滴卡 滴卡呢這間公司啊 它因為之前就是拒絕檢警經濟 發動刑案的調查 索取這個帳號的使用者的資料 所以呢刑事局他們在11月3號的時候 為了偵辦一起網路的 妨案名譽案件 就大動作向北院來申請搜索票 要搜索滴卡公司的總部 那但是呢當時滴卡就可能就說 這個就是觸犯了什麼隱私圈啊 所以他們是拒絕提供的 那到了18號中午的時候 內湖警分局為了再偵查一起 詐欺的案件 所以他們也拿著這個 士林地院所合發的搜索票 又再度到了滴卡的總部 可以說是二度的搜索 那警方後來呢就針對這個滴卡 沒有善盡台灣企業管理網域的相關責任 就約談了滴卡的相關法務人員 到案說明 那滴卡的創辦人之一簡情佑 他就在臉書上面表示說 雖然他已經離開滴卡很多年了 但是他自己一億人是滴卡的創辦人 希望滴卡這次可以順利度過困難 網路論壇滴卡深受年輕族群喜愛 今日卻遭檢警搜索 但滴卡竟然拒絕配合 18日警方再度找上門 滴卡最初被搜查的原因 現在也跟著曝光 刑事局表示 日前受理偵辦一期網路妨害名譽案件 向滴卡調閱涉案賬號的資訊 但滴卡卻堅持 檢方要有搜索票才願意配合 執行者則透露 報案的是一名年輕男性 自稱在滴卡的心情版被一名網友說 有犯罪前科是網路渣男 男子不滿被罵便到刑事局報案 刑事局也認為這本來只是一件很單純的案件 但滴卡卻搬出憲法 說民眾都有言論自由拒絕搜查 更比照外商公司 如臉書 Google等規定 要警方拿到搜索票 才願意配合他們搜查 而警方也依照他們的要求 在取得搜索票後 進行電磁記錄搜索 談滴卡公司法務人員導案說明 據了解 警方對於滴卡的不配合 感到相當氣餒 之前也有不少員警為了辦案 向滴卡要各自遭拒絕 近期也將提高整辦的規格 對此 滴卡的創辦人簡晴佑 也在臉書表示 雖然離開多年 我依然是滴卡的創辦人 希望滴卡可以順利度過這次難關 另外 對於犯罪嫌疑人 用網路匿名來犯罪 已經不是單純的言論自由 為了保護被害人的權益 警方依法調閱資料並積極偵辦 行事局會與網路平台業者溝通 並充分尊重言論自由 一起相關業者配合與協助 警方依法調閱資料 以共同打擊網路犯罪 維護社會之安 而針對滴卡拒絕檢警調閱資料的行為 曾任檢察官的律師陳宗遠 他就直言 滴卡不知道哪裡來的勇氣 竟然敢拒絕檢警 以為學臉書說不提供就可以不提供 他表示你一個台灣公司 而且還在台灣境內 竟然敢這樣 真的是太白目了 陳宗遠18日在臉書發文指出 檢警發函要調資料 其實就是好聲好氣麻煩滴卡自己提供 沒有想到滴卡竟然不適項 並且表示說真的 我不知道滴卡哪裡來的勇氣 拒絕檢警調資料的要求 陳宗遠說明 在台灣什麼案件都可以拿得到搜索票 不要想在那裡學臉書 說不提供就不提供 台灣司法是對臉書沒有辦法 又沒辦法去美國搜索 搜索所以只能這樣 你一個台灣公司在台灣境內竟然敢這樣 真的只能說是太白目了 他也痛批 不曉得滴卡公司的法務 到底是怎麼了 看來真的是要排隊搜索了 接下來轉換焦點 帶大家來關注2024總統大選 因為距離大選投票日只剩下倒數25天了 非常的接近了 沒錯 所以我們要帶大家來看到 最新公布的聯合報的民調 這個民調呢 大家可以看出來是什麼呢 民進黨的賴蕭培 他們這個好感度支持率 來到了31% 不過國民黨的侯康培支持率 來到了29% 其實兩方是非常非常接近的 沒錯 可以說是這個趙少康 宣布成為是副手之後 他們這一隊組合搭檔 這個好感度是畸生 已經快要追平了 那另外呢民眾黨的柯銀培 這個支持度就比較低一點 甚至在這份民調裡面呢 還可以看出來 不喜歡柯銀培的這個民眾比例 其實是更高的 因為呢三組候選人的這個好感度 其實大部分都是介於36到42%之間 不過呢不喜歡柯文哲的比例 居然是高達49% 就其實還蠻高的 沒錯 那這個呢就是今天聯合報公布的最新民調 提供給大家參考 那我們接下來呢就帶大家來關注 最新的這個雙方候選人的攻防戰了 因為呢之前被酸說你做人要厚道啊 所以呢民眾黨總統候選人柯文哲就回籍了 他就回籍了國民黨的副總統候選人趙紹康 他就說啊那你中廣董事長 你什麼時候要辭掉呢 難道是非對錯你不知道嗎 那趙紹康啊他昨天出席了台大座談會的時候 他在受訪時他就強調說 我辭不辭是我的決定 不是你逼我的 如果是我違法的話 你不逼我也會辭啊 但是呢違法的事情我是不會做的 可是今天因為這個沒有違法嘛 那所以我是不會辭的 那他也回嗆了說 柯文哲你應該要依法行政 你不能變成像暴君一樣 他還說了一句話 他說一招拳在手便把令來行 他就舉例說柯文哲 你當台北市市長的時候啊 你把台北市畫了300公里的紅線 讓那些司機問獎 他想要下課再課的時候 他都沒有地方可以停 他還說這樣子的柯文哲就是暴政 我覺得我講過 我辭不辭是我自己決定啊 不是因為你逼我 假如說我違法的話 你不逼我我也會辭 違法是我不做的 那我沒有違法對不對 你柯文哲也要 也要依法行政啊 你不能變成像暴君一樣啊 一招拳在手便把令來行 這不好的啊 所以呢就像柯文哲當了台北市長 就把台北市畫了300公里的紅線 那你現在問獎 連停車上下課的地方都沒有 這就是暴政啊 侯友宜與趙少康 日前提出了育兒的三項政見 而對此呢副總統候選人趙少康 昨天呢他來到台大的座談會 他這時候呢他就有強調 小孩呢是國家將來的希望 並且呢願意對生小孩的婦女 應該抱以無上的敬意 好有提出一個喔 所以如果你生第三胎 一百萬 生產給一百萬 我真是主張生第二胎的話呢 留職留心 讓婦女不要覺得公司裡都要這樣做 當然政府先做了 留職留心 你什麼職位就留在那裡 一個公司如果看到他同事生小孩 你看這是公司的喜事啊 大家的喜事啊 不要說他煩了 他去生產家 我們要分大他的工作不要這樣想 那個小孩就是將來國家的希望嘛 如果大家都觀念改一改 大家一起來 接著來看到民進黨總統候選人 賴清德的萬里老家違建爭議 賴清德日前每次談到這件事情 他都是哽咽落淚就引發了爭議了 那對此呢媒體人李彥秋 他18號的時候就在自己的臉書上說 他說賴清德哭不倒萬里違建 但是會哭斷自己的總統路 還指出賴清德處理這個事情 至少犯了五個錯誤 李彥秋表示 賴清德的萬里老家違建 已經鬧了三個月 到現在還在收 這件事可以搞這麼久 主要就是賴清德沒講必哭 李彥秋也分析 賴清德在處理這件事上 至少犯了五個錯誤 第一他沒有申請建造 第二沒有繳稅 第三這是新蓋的違建 而非舊公僚 第四說謊硬拗 他批評賴清德說自己從小 就看到媽媽為了繳房屋稅 傷腦筋 但其實根本沒有繳過 因為已經過戶給了親戚 結果親戚是自己兒子 第五違建還派憲兵駐守 警車巡邏 大家繳稅幫賴清德 可顧的是常年旅美的兒子家 李彥秋點出 這類品格道德層次的問題 可能成為最後定勝負的關鍵 他還酸說 賴清德已經是副總統 同時也是民進黨主席兼總統候選人 卻連一間違建都搞不定 難怪會被酸 連民眾黨總統候選人 柯文哲的媽媽都不如 賴清德優柔寡斷 能力品德都有問題 李彥秋更諷刺 如果他想在投票前帶著怪手 演藝出親手拆屋 淚氣孩兒不孝 不能保住鄒促的悲情戲 那就不只是無能無德 而是愚蠢了 李彥秋說 如果論文抄襲學歷造假 毀了民進黨的九合一選舉 那萬里違建也會斷了賴清德的總統路